各位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下暗黑復仇者3 他的一個PVP PVPPK的模式 講解一下戰士肯尼斯的一些 技能 如何打或者是一些小技巧 當然我是覺得他PK不是那麼完美 但是至少還是可以玩 那我會有時候我用這一招先去 先去先去 圖示就是預測人家的路線 那當然有時候也會失敗 要看人家怎麼想 圖示然後飛插那一招 然後你要看你的CD 你要看你的CD描述 好 好吧 暈了 那一招是會暈的 剛剛那個技能齁 你放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你要趕快閃或者是防禦 你 他就是有技能 他才敢衝到你面前 你的一個CD技能CD還沒還沒好的話齁 盡量是閃 你看他們都蠻聰明的 不笨齁 我給他掃到大絕就糟了 糟糕沒辦法 他掃到大絕 那你也可以再 你也可以再 譬如說 因為你不一定出招的就贏 你也可以接近他 接近他 然後故意先防禦 然後等他出招完之後有沒有 大概1.5秒吧 然後你再放你的招 好不好 你可以這樣子齁 你的技能CD的時候 就趕快閃了 哇 打個三下馬上退 因為他一定會有技能 對 吹 像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他如果法師一直在遠距離一直普攻有沒有 你就可以 那一招跳叉的那一招跳叉過去 算時間點 大概普攻的1 2 3 第二下你就跳叉過去一定 他一定飛起來 還是一樣要多玩 你多玩就會比較熟練 因為其實這個反擊還蠻難反擊的 像我以前玩HIT的英雄之戰還蠻好反擊 這個真的是有夠難反擊的 打第三下趕快逃 因為你已經沒招了 沒招了就要趕快跑 不要傻傻的還在那邊打 哇哇哇 預測我的路線 你也不用怕 因為這個就是玩心機的 這個就是玩心機的 打個一兩下趕快跑 沒招了就趕快跑 現在沒招了他應該等大絕吧 因為招對招啊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失血喔 那 你技能的等級的提升齁 也會有差喔 因為好像會吃招 好不好 哇 你要有兩招已經弄完 你就要注意了 招沒有你就要趕快 退後一點 夭壽夭壽 我拿補血的 他魔神拿補血的 中了 那一招是會暈的喔 喔喔死了 應該是死了 狂戰士蠻棒的 個人感覺 像這個就沒中了 因為 有一些 有一些蠻笨的 但是有一些蠻聰明的 看每個人 然後你倒地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放技能喔 因為 就是你有時候技能吃了的話 他會 就是你一樣沒有 他沒有施展那個效果 你看距離這麼遠還重 超扯的 不要再打了喔 太遠 被擊飛就不要太打了 因為你已經 你一定會被擊飛的 那大致上 以上 我是 打給各位看說 你戰士要大概要怎麼打 我是秀那三招技能 那以上 如果以後再看有沒有 把其他的技能點高的話 我再秀給其 秀其他技能給各位看 打這個PVP 那以上 解說到此完畢 那以上解說到此完畢